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 我是宇童 今天和大家聊两个话题 一个是中共喉舌19日 对共军对台演训 进行了所谓直播 结果引发大批网友嘲讽 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们都说了些什么 第二个话题是 中国大陆传出重大消息 为数众多的中产朋友们要小心了 中共开始打这批人的主意了 消息称从这个月就要开始 好 让我们植入主题 中共央视19日发文 标题是现场视频来了 解放军演训全向围岛进逼之事 8月19日 中共东部战区 在台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重点演练所谓的 见机协同夺取治权等科目 还说要检验战区部队 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大陆极木新闻对此进行了直播 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 极木新闻是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控制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办的 是标准的中共喉舌 推特上网友将极木新闻 对这个所谓直播做了截图 并嘲讽说 极木新闻直播公台 这一消息随即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介绍说 共匪要搞事情 很多官方账号都在直播 其他网友表示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就来喊一下武统麻痹小粉红 作家李小木对此批评说 越威胁只能让台湾人民越反感 李登辉高票当选的那一次 别忘了哈 很多网友表示赞同 还有人说 越看越像是在演戏 一位网友气愤的说 又是片流量的直播 似乎现在只能用这个片了 这条评论得到了近900个点赞 有大陆网友这样说道 现在每天都在锻炼身体 只等台海开战 就算无枪 内心的方向也会告诉我 真正的敌人是谁 显然他针对的不是台湾 有使用正体制的台湾网友嘲讽道 直播还得偷台湾的实况来用 台北那个视像山 及时影像 记得之前拿屏东的 就有人在镜头前举各种旗帜举牌 让小偷自己炸号 另一位也说 又到台湾公式的直播网了 还有网友嘲讽 还不如播一下金门战役呢 不敢拍吧 这位网友说的金门战役 在台湾也叫做古灵头大节 1949年10月24日 中共下令渡海进攻大金门 结果是双方击战三昼夜 中共军队第一梯队运输的一百多艘机帆船 全部被国军摧毁 无一返回 致使第二梯队无船增援 而登岛共军更是全军覆没 古灵头大节对台湾意义重大 不仅保住了金门 更保住了台湾 在这场激战中 还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巧合 让人感觉真是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给台湾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 中共要对大批的中产朋友干些什么 近日一则消息引发网友热议 前阿里巴巴中国区财务总监宋守成 在最近的一个视频中说 从八月份起 中共开始摸每个人的家底了 一套系统也正式出炉 叫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登记系统 唯一的ID设备号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号 入进这个系统以后 你名下有多少套房 多少辆车 多少资产都将一目了然 那么这个系统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摸家底 摸的是高净值人群 高收入人群的家底 200万以上的资产纳入监管门槛 而600万以上的人呢 那就是妥妥的中共重点监管对象 中共要摸老百姓的家底 这个说法在中国大陆 其实已经流传了几个月了 但是说要从八月份开始摸家底 目前好像还非常少见 不过中共已经准备了还不是一天 早在2017年5月23日就已经通过了 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 当时的说法就是针对个人所得税改革铺路 也是为房地产税改革奠定基础 今年5月26日 大陆网络上还出现了一篇名为 促进共同富裕 税制改革再摸老底了的文章 这篇文中一些话说得很直白 文章说 未来十年中国的税向谁收 卖土地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因此中共准备要用直接税来代替间接税 就是你有多少资产直接向你收多少税 就是要富人多交税 同时征收税率相对较高的资本利得税 遗产税 房地产税 文章还说 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摸家底 摸富人的家底 高净值高收入人群的家底 两百万以上的资产纳入监管 六百万以上的资产的重点监管 富人的家底摸清了 如果发现你的资产和纳税对不上 或者是资产和收入对不上 那么税查恐怕就不远了 因为这个就代表有隐匿收入 大家想 这样的消息能不引起人们的讨论吗 马上就引发网友热议 一位网友说 好像广州领事馆面签都排到明年二三月份了 言外之意 很多人都在抓紧时间认出中共国 还有人说 所以房子不好卖了 也有人说 先摸摸体制内吧 言语对人宽于律己 这样可不是长久之计 谁都不是傻子 而更多的网友表示 两百块都拿不出来 更别说两百万 其实深圳了解中共历史的朋友 不会对中共此举感觉奇怪 共产党是怎么起家的 本来就是靠抢钱 绑架 勒索起家的 而且还不仅仅是中共 从列宁时期就这样 说到这里 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这段历史 也不知道斯大林自己就动手抢过银行 秦辉教授的夫人金燕 是中国苏联 俄罗斯 东欧问题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她曾经在 《枪炮理想与金钱 俄国革命中的经费谜团》 这篇文章里 谈到了这个问题 文章说 1907年 俄国又发生了几大要案 与这些案件有牵连被捕的人 都是有点名气的布尔什维克 先是六月柏林警察 在俄国侨民活动的住所 收获了一批武器和纸张与图样 据皇家银行的专家证实 这是用来伪造 票面为三卢布的钞票的 随后在日内瓦又破获几起 俄国侨民伪造假币案件 1907年6月12日 地比利斯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 劫匪成功地截掠了34万卢布 其中大多数是500卢布票面的钞票 很快在慕尼黑和斯德哥尔摩两地 几个俄国侨民在银行兑换 从地比利斯抢来的票面为500卢布的钞票时被捕 据罗伊·麦德·维杰夫说 斯大林屡次参加抢劫行动 也参与了这次地比利斯剥夺行动的组织和策划工作 看到了吗?斯大林屡次参加抢劫行动 还直接参与这次抢银行的组织和策划工作 那么列宁是怎么看的呢? 金燕教授在文中说 列宁认为这只不过是利用敌人的钱 来从事党的经费的一次简单尝试 看看列宁 抢了银行之后 说得那么轻描淡写 那么中共是怎么起家的呢? 在中共早期 除了苏联提供的有限的活动经费外 中共的经济来源和苏联一模一样 据《九评共产党》这本书记载 因为要搞武装割剧 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都需要钱 而筹款的形式就是所谓打土豪抢营羊 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而且手法非常恶劣 据记载 当时李先念的红军在恶西一带 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 不是绑一个 而是家族中每个富裕家庭绑一个 叫绑活票 绑活票不撕票 即留下活口 目的是要家里人一谈一谈 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 直到喂饱了红军 或是家徒四壁 无油水可炸 才把奄奄一席的人质放回 这就是中共的老本行 因此当中共今天这样对付中国的富裕人士时 完全不用感到奇怪 很多人之所以感到吃惊 迷惑 只不过是由于中共的封锁 他们对这段历史不清楚 或者他们以为中共已经改变 其实中共一天也没有变过 但是中共今天夺取了政权 它的这种做法造成的恶果 会最终回到它自己身上 就像前面那位网友说的 都别去挣钱 挣的钱都交工 还有什么干劲呢 这句话无意中说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 文明的增长依赖于重视私有财产的社会传统 这项传统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 以及扩展秩序 因此当共产党以各种办法对付老百姓的时候 当人们的私有财产得不到保证的时候 人们怎么办呢 能跑的就跑 不能跑的自然就会躺平 而这个躺平从列宁时代就出现了 而且共产党根本解决不了 哈佛大学教授 俄国史学专家派普斯 在其共产主义实录艺术中有这样一段话 大家来看看 像不像是在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 他说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崩溃 所以他就按照军事体制来组织他的政府 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 以及那些模仿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 都把政治体制军事化了 使之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 这一套政权结构 在对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决问题的挑战时 就显得效果很差 甚至是软弱无力了 那个预期中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 于是苏联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就僵化了 确实它是僵化了 当其遭到内部困难的威胁时 诸如民众的冷漠 消极代工等等 它都无能为力 民众的冷漠和消极代工 致使经济不断下降 而军事力量亦随之低落 这些困难 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决 当今的中共 就是在不断高喊备战打仗的口号之下 不断集权 将政治体制军事化 而今天的中国社会 不论是官场民营企业还是普通的打工人 在严酷的管制之下 躺平现象也是越演越烈 很多人都看到了 中国社会今天所有问题的根源 就是中共不断强调的所谓党管一切 就是它不断强调的所谓加强党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经济在不断下滑 人民越来越失去自由 政治空气越来越凝固 中国社会也在不断失去活力 那么这种共产主义体制的未来会是什么呢 派普斯认为 事实证明 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 其所信奉的那些错误观点 不可能抛开那个共产主义的幻影 如果共产主义还会东山再起 那就是逆历死潮流而动 一定会遭到另一次惨重的失败 那样的行动将泪乎狂人的余形 那就是反反复复做的同样的事 却异想天开 指望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和周五固定播出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个赞 感谢各位每次精彩的留言 让我们深受启发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